书街市为商旅取代不是租金惹的祸 重庆南路过去是书店一条街 全盛时期超过上百家书店 但现在路上的人潮 住宿比买书的人还多 连走过34年头的金石塘城中店 也因租约到齐 房东不去租 将于6月底席登 不过重庆南路书街市为 并非租金惹的祸 租金行情连年走跌 从2014年最高点 每平约4265元 到2016年的2600元 几乎打了6折 到今年则回闻到2800元 但还是被一家家的商旅给取代 现在民众他们习惯在 网路上面构出 整体的阅读风机 以及看出的习惯上面 都有所改变 这些书店他没有办法复杂住 就是可能出现的是目前 苹果欢庆15多年 送你百元碎的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纪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